好 我們在這幾個 讓我們尊息來開心 現在電流已經朝對你才把他打通 大家都開心 大家都開心 好 然後他說 你想要生氣嗎 有什麼意思 你說話 你的生氣有開口 這就是生氣有開口 首先要是中華美國國兵才能選舉 對 我現在沒說 今天 等一下 還是有個程序 第一次來折悟的題目 第一次來折悟 錯啊 第一次來折悟 記得 下一次來要多帶五個人來 因為我們都是老鼠問 哈哈 好 我們要跟各位了解到 為什麼在這幾個空間裡面 會談這些議題 談了什麼議題 好 那今天談的是me too 那 一年過去的到底有什麼改變 有什麼反錯 今天一樣是台灣女人連線 跟哲武一起來 來設計這個活動 那 當然主張著包括 鼠音 台灣女人連線的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我們一直很瘡沛理事 常務理事 那 鼠音大概應該在這幾個 很多人都很熟悉 我相信 在這個議題 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 這個 老朋友見面的 陳郭偉 想在街頭上面一起 這個 努力的搖擒大喊 為勞工的議題 為勞工的這個權益發生 但我現在知道說 台灣男人協會 男性協會 男性協會 沒有理事 理事 因為 原本有台灣女人連線 我們本來知道說 台灣男人連線 他現在沒有連線 有協會 所以 所以 這屬於剛剛講說 很不錯 過去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好像只有 只有 婦女團體 你性團體在討論 你卻跟人家討論 今天有一個男性團體在 可以做對話 那 這個議題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 從 從2007年 從美國 這個電影 電影的監製 開始 然後 全球 都有一波的 V2的 當然 我剛剛跟 夥伴還在 還在跟講說 不只是 不只是一般的 包括學校 包括教會 包括很多的 很多的都有類似的 這樣事情 還包括 可能我們所熟悉的一些 國際的資產團體 在 非洲 在其他國家做服務的時候 其實也發生的類似的事情 那 一年過去 那我們怎麼樣來 看看這個事情 那我們 可以怎麼樣來 繼續的 讓更多的人的 不平 或 跟他們那樣的一個 可以 被受到平衡的對待 那我們就 先請 我們就先請淑音 來 開始 各位大家好 晚安 晚安 我要感謝台灣安心協會的誠意 以前有一個叫聲師協會 我們有時候 還會跟他們一起有對話 但是那個協會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 就 再也沒有聽 就沒有聽到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也都沒有失去聯繫 那我先生其實 說要成立台灣感人年限 講了很久都沒有成立 因為他們唯一宗旨是支持台灣美年限 好 那真的是很好 今天我們 過去我們都是 我們獨白 女性獨白 自己在談 關心我們身邊的事情 那我今天是很 很高興也很期待 我們有位男性 其實是一個男性的團體 那一個年輕的男性 來跟我們 導演女人來談 有關於性騷擾性性愛的問題 好 那我就開始 那麼 MeToo是從去年的 大概就一整整一年 去年10月3號 我記得是 開始這個 有這個 有關於這個 性騷擾性騷擾的這個報道 指控報道出來 那 其實 我想在做的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 若干都會 聽到或有經歷過這樣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 是偏心殺老婆 或是知道有些性侵害的 這樣的一個事實 那 有些事發生在街頭 有些事發生在職場 或是家庭裡頭 那 為什麼我們今天談 主要是在講職場的 這個 有關於性這方面的這個侵害 因為 每一個人都要生存 女人必須要有工作 她必須要工作 才能養活自己 那 但是她如果在工作裡面 有這種不當的環境 讓她覺得很委屈 甚至就是必須要離開 因為沒有辦法申訴 沒有辦法得到平反 以至於必須離開職場 對女性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那個 我的妹妹她在學校裡 會受到 教授她還不像是性騷 她說她想跟她睡覺 這樣的話以後 她第二天就不敢去 不敢去學校去上班了 所以這個是對女性來講 一個職場的一個 友善的一個環境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在職場上的一個運動 一年前跟現在 我們整個發生的事情 這個 錯錯錯 那麼在去年 10月3日的時候 這個 那個 那有這個 他陸續的報導美國好萊塢的製片大分 叫做Winstein 他在30年內性騷擾了 還有性侵害了 差不多80個女性跟女的助理 這個事情出來的時候 他當然一開始否認 但是現在是在接受性癮治療 還有個人的訴訟以外 還有集體的訴訟 那其實在那個時候為什麼 在2017年的10月初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其實是一個社會畢竟的 也就是說 川普在2016年選舉的時候 被指控了很多有對女性不盡不好的行為 但是他都活過去了 但活過來以後 然後呢 都向他武士 所以他當選了以後的第二天 那個就職的第二天 這個女性 這個在美國的這些女性 就在做這個 舉辦的一個Women's March 去抗議這樣的一個總統的選上 跟對這個議題的這樣的一個忽視 那這樣因為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刺激之下 在10月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一個指控出來 隨後這位這女魔咒的女主角 不曉得大家知不覺這個電影 她是三個姊妹 有魔法的姊妹 她就跑出來 她說 如果你們過去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或是有這樣的一個被性騷擾 或是性侵害的經驗 你們都來 那個hashtag 這個me too 大家在網路上來講 me too 那她那時候是要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勇敢的講出來 她那時候其實是希望能夠 讓大家了解這個議題的廣度跟深度 她希望大家能夠講出來 這個在一年內就有 將近兩千萬人的這個 就是進到她這個呼籲 去按這個me too 那這個me too 這個詞怎麼來的 因為me too這個詞是 叫做一個人權倡議者 Burt 他在2006年的時候 他因為自己本身跟接觸到的時候 他的其他朋友的這樣的經驗 他就創立了一個公司 叫Justy公司 那他就是說用這個me too 把這個詞拿出來說 要提升對性侵害的意識的一個覺醒 他為什麼那時候會去2002年做這個me too 這樣的一個提升意識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行動 那是因為在1997年的時候 他說那時候有一個小孩子 13歲跑來告訴他說他被信心了 那當時他聽到了 當時他沒有做什麼太多的反應 那後來很後悔 因為他從此以後再沒有看到那個小孩子 那他很後悔 因為他說他很希望那個時候他也告訴他說 我也是受害者 me too 他沒有講 所以他在2006年的時候呢 他就用這個me too 這樣的一個行動 來做他公司的一個 一個提升意識的一個口號 那為什麼要me too呢 me too就是要打破沉默 為什麼要打破沉默 因為如果你不講出來 你可能一輩子 有的人一直放在心裡頭 一直沒有辦法平衡 或是甚至比較嚴重的 他就是造成他身心上的一個傷害 如果你不說出來的話 那麼這個加害者 有可能在加害其他的 所以為什麼要打破沉默 是因為 為自己也是為了他人 那但是為什麼 大家都不說出來呢 為什麼大家 為什麼要鼓勵大家說出來 是因為大家不敢說嘛 為什麼不敢說呢 我想有其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你很害怕 他害怕什麼 因為他害怕詮釋 就是說你指控的這個人 他的社會地位很高 他很有錢 還有一個是個男的 對女孩子 對男的性別的權利 不對等等等的 比如說一個主顧的關係 私生的關係 讓他們不敢說出來 今天那個老闆說 我們去吃飯他牽你的手 你不讓他牽 你可能第二天 就沒有投入了 你會擔心 不一定沒有 但是你就會擔心 那導師對學生也是一樣 今天王源昂對這個 叫什麼 李安妮 很不錯 那麼他 這個 就會有問題 可是另外一個 洪教授對李安妮的追求 他就是 他不喜歡 這個就構成他 對他一個騷擾的行為 但是他可能當時也不敢去 對付這個洪教授說 欸我不喜歡 那這個私生的關係 那另外就是說他很怕 受到惡部的傷害 譬如說他講出來了 就被朋友耻笑 被抹黑 或是被扭曲 譬如說 張花冠跟陳明文 這個 張花冠說陳明文 辛勞擾他 然後就有人是說 啊你那以前 本來就是男人有關係嘛 怎麼會有辛勞擾的行為嘛 然後就 另外就會說 那你因為感情生變 所以報復 那不然就說 那你不是因為政治的不和嗎 所以你報復 就是有些人就講到這個 你要只要去指控 只要跟政治有關係 就有政治陰謀 那不然就是你感情生變所至 那另外呢就是 你可能會被揭露你的隱私 我覺得現在這個網路很可怕 任何的東西上去以後 如果你要是看他以前 要做過什麼事情 就去肉搜 這出來指控男的 對他侵害的人 以前可能在酒店當酒女 或是你曾經做過新交易 再把你弄出來 一副說 你以前的這個行為 你就是這樣的人 怎麼會被欣騷 或是性侵害啊 所以大家也很怕這個肉搜 或是被報復 被報復 那而且就是說 像剛剛講的就是說 會失去工作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其實很多 像有這樣子 一個不性經驗的女人 或是男孩 他事實上是會害怕 受到惡部傷害的 另外就是說 他其實舉證有點困 這舉證困難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一個 很多事情是發生在一個密室裡頭 就是一個辦公室裡面 那老闆叫你進去跟你對話 對話來結果 還去摸你的臀部等等的 這時候沒有證據 你出來指控說 老闆摸我的臀部 那可能老闆說沒有 我哪有摸你 也不受報告 所以這個護士獨處的時候 你很難去舉證說 這個 對方有對你做什麼事情 像這次這個 美國大法官的這個提名 那這個女教授 她出來指控這個大法官 這個被提名的人 在30年前 對她曾經要刑親 沒有證據 OK 沒有證據 所以就很難 她雖然30年來 她一直受到這樣的傷害 可是她沒有辦法舉證 所以呢 這個 就不會成 就 不是讓大家可以相信的 所以她就不太想講出來 因為就是被侵害嘛 可是因為可能不會相信 所以就講得出來 那另外就是說 你指控一個人的行為 特別像辛勢老這樣的行為 可能大家對於這個事情的認定 有不同的這個看法 比如說 我說你對我辛勢老 我說沒有啊 我是給你調情啊 我跟你開玩笑啊 所以到底是不是一個辛勢老的行為 可能在這個認定上面 就會出現差異 那的確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是不是構成辛勢老行為 我想這裡面 就說還是有些 認定的一些標準在 那我只是在講是說 其實這有一個wide line 就是一個非常微妙的一個 現在那個地方 到底 這個男生對你的 或是女生對你的行為 到底是一種調情的行為 還是辛勢老的行為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辛勢老的定義是什麼 是你讓 我覺得很不舒服的時候 就有可能構成辛勢老 你的行為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比如說你搭我的間 我覺得很不舒服 你有可能構成辛勢老 不說一定是 但是可能構成一個辛勢老的行為 那怎麼樣才會一定是呢 我想在這裡面 過去我們的文化裡頭 有存在一個叫吃豆腐 吃豆腐 吃豆腐其實 某種程度上 它就是一個辛勢老的行為 它就是站在一個 在性上面 占你的便宜 來玩糯米的這樣一個角度 來吃你的豆腐 那過去在台灣 這個吃豆腐的風氣其實是 非常普遍的 在一個不管是同學之間 或者是公司裡面同事之間 吃豆腐的行為是很常見的 那以至於現在吃豆腐 我突然有一個法律 你直接叫辛勢老 對很多 社會上的 特別是男性來講 他也很不習慣 以前我給你開玩笑 你這個胸部上 飛機場 那吃豆腐的行為 以前也沒事 可是你現在講一個女性 她的胸部上飛機場 她可能聽得很不舒服 你會告你辛勢老 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你會不會構成辛勢老呢 有可能 但是這裡面最重要的還是在說 當一個女孩子 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要說出來 說你這樣說我沒辦法 但是女性有很多 特別是對於長輩 或者是上司 或有權力的人 一定說得出這個話 那通常辛勢老老行為是說 他有不斷的 對你做同樣的事情 或對很多的人 都做同樣的事情 這些人都不舒服 或是你對我做個金獎不要 你還是不斷的對我做 像這樣的狀況下 才會被認定 你的確是有一個辛勢老的行為 那這個認定上面 也是讓這個人很難去陳述說 譬如說 我記得好像有看過這個案例 我們兩個就擁抱 那這個女性去告訴男的說 她抱不舒服 那男的就說沒有啊 這是國外的禮儀啊 外國禮儀 男男女一定大家見面的時候 我會這樣抱著拍拍胸 不是拍拍背 拍拍胸 甚至還在眼夾帶眼夾這樣清一下 清一下 大家就說這個是國禮儀啊 那你說沒有啊 你就是姓少老我 那這怎麼認定呢 為什麼說我們的感覺很重要 因為當我們兩個在用夾帶 碰觸親吻也好 或者是拍背也好 這個拍的這個姿勢 那個手如果是在那邊游移的 或者是不小心就順勢摸到你胸部這裡來的那種拍 就不是國際禮儀了 那這只有女人才會特別知道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有沒有被你 我跟你握手 其實跟你握手的時候 你在那邊摳我的手心 這個就是不舒服的感覺嘛 那就是姓少老嘛 那明明就是 我跟他握手啊 沒有啊 那他明明就在摳手心啊 他就說沒有啊 我就是跟你握手 我記得你握手 我記得你擁抱啊 可是在這裡面 因為如果對方的確是用一種很 有幻想的這個情境跟你處理的時候 我們其實接受的人是會知道的 所以說姓少老的定義在說 我個人的感受 這是有他的原因的 那但是就是說 因為這種國際國話裡面 一直有這個吃肉本的現象 以至於就是說 這個社會的這樣一個更自的改變 需要時間也需要一點寬容 才不會造成男男女女時間變得非常的對面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大家對於我們的司法體系 他其實我們司法體系是非常缺乏性別意識的 以至於他在給這個 給這個受害者一個公道跟正義 其實是當然會懷疑的 他很多的性侵害的這個訴訟裡面 法官他會覺得加害者七七科命 或者這樣講是男女朋友的親密關係 所以對於這樣一個性侵害的一個審判裡面 都會對加害者很侵犯 那對於受害者的那個身心的受創 他其實是比較不會去想到的 所以就是說這個司法體系的不友善 也是讓這些人很退縮 很退縮 那另外就是說 歧視明年這個事情 他就是摳我的手心 我以後注意不跟他握手就是了 要看到他我走遠一點 不要讓他有機會來跟我進行國際禮儀就好了 所以他如果這樣講出來 然後不小心就遇到 就會產生更多不好的事情 很多麻煩的事情 譬如說你講出來的 你在那裡調查等等的 就很麻煩 他就是乾脆就選擇說 那我不要說出來好了 就不要說出來 因為習士明年 不知道在跟他很麻煩 所以因為這些種種的原因 讓我們的這個受害者 特別是女性 他在一個有這個敵意的 一個性敵意的這個環境裡頭 他常常是裹足不盡的 就是說其實他喊不住他也不想講出來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加害者沒有被揭露的時候 他可能會繼續不斷的加害於你 或是加害於我其他的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me too 叫大家要站出來 把他說出來 那說出來 到底該用什麼樣的形式來處理 所謂的me too 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想這是 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 是你就去跟朋友講 也是講出來 跟一個團體講也是講出來 新聞爆料也是講出來 到司法體系去告他也是講出來 到底我們要採取哪一種形式來處理 我想這個是 要看這個情節的親眾 我們來做一個決定 就是說到底要怎麼樣站出來 因為站出來這個事情 是要面對很多負面的現實跟壓力 比如說 這個去泰國旅遊的這個女性 他去按摩 大家記得那個新聞嗎 他去按摩 然後按摩出來以後呢 他回到台灣 他就很難過 他就去指控說 那個按摩是對他的性侵害 他講這句話出來的時候 他要面對非常多的檢視 我身邊所有的老男人 都認為那女孩子是去買村 不滿意回來去指控 我們旁邊的女孩子都認為 她就是被信心了 我想這是一個生命的經驗法則 就是說 我們是也常常有這樣 不是說被信心的經驗 就是常常被吃豆腐 不會沾平的經驗 也是我們比較會同情的女人 那些老男人 我不曉得年輕的男人可能不太學 那老男人很奇怪的都會覺得 我們只要去指控那男性 就是他們每個都是加害者 他們就每個都站出來加害者 那個加害者的角度在想這個事情 所以他必須 大家這個檢視啊 看媒體出來以後 就是講說什麼 他也外外的付了錢 付了小費出來等等的 他完全不了解說 一個人他站出來 要講這句話是有多困難 有多困難喔 我曾經也被信騷擾過 信騷擾是一個很熟的朋友 他就牽你的手 就是我在招待他 到美國來旅遊的時候 我招待他 代表同鄉 招待這位有群世的人到海邊走 然後他就牽你的手 我告訴你 那一剎那 我的第一個感受是 我為什麼會被他砍過我的手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 看起來很輕浮還是 還是辣昧 你講人家很喜歡莫名的時候 還是很隨便 你叫隨便運氣你的手 這個第一個念頭是這個 第二個第二個念頭是 要怎麼辦 手要直接就抽出來嗎 很尷尬的 手就不出來 那你們好行賄喔 我在那一剎那 百感交集喔 這樣 不曉得要怎麼處理 因為在想說我要怎麼樣來處理 才會以後再遇見面的時候 我來找到以後還會跟他見面 一定會在見面 我只是不想說弄得很難看 然後呢我就這樣被他握手 就走了大概幾分鐘 在有影片在照的時候 法官就說 你怎麼看起來怎麼顧 所以你是自願的 我告訴你 人家不是自願的 對 他就跟他牽了一下子 然後我就講他把手抽出來 這樣 摸摸頭髮 然後就離遠一點 摸摸頭髮然後就沒有再靠近他 那他真的是也感受到說 我可能是在拒絕他 所以也沒有說再繼續要來牽你的手或什麼 可是我要講的是 在那樣的一個情境裡面其實 不要說你生氣了 其實我還很替為地方 為對方在著想 我們這是太善良的女人 還為對方著想說 將來在見面的時候怎麼樣 不會讓他很難看或什麼的 所以 那種影片在照說 那女人 什麼給人錢又給小費 我告訴你一個女孩子在國外 被性侵了以後 她沒有無助的狀況之下 她已經黏黏的快跑出來再說 萬一他那邊人來就被抓了或是怎麼樣 或是 這邊有那個 要講不清楚 語言又不通 要是去指控他 萬一被 被說 你根本就是怎樣這樣 他完全沒有那個 反擊的原意 所以他就乾脆先回到台灣再說 這是整個心理過程的 我們是做一個語言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過去有人像你這種 不是說被性侵 可是有被性受到過裡面 其實會理解這種狀態 為什麼會拖延時間 比如說一早 你有沒有看過文件 要不要去你管理的 這樣就很累了 可是 的確是 不喜歡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說 你一站出來的時候 你要怎樣 我們在 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們有弄了一個 me too的一個記者會 就是我們在成立一個專線 請大家 就是說你如果你有問題 你可以來找我們 這樣去談 講出來這樣 那我們當時 教大家看記者會 基本上 我們不是很鼓勵 記者會這樣的形式 我們希望解決問題 我們會被爆料的那種形式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就上去講 講他以前曾經被性殺老 然後呢 大家就在問 你的性殺老的對象是誰 媒體就要知道 誰是你的性殺老的對象 誰是性殺老女的人 然後你不講出來呢 因為他不小心講了一個說 是工業的大老 所以要跑去做工業的大老 就變成 就 工業大老被問他就很生氣 就來罵你說 你去講清楚到底是誰 就變成我們受害者 被逼迫的要去講你名字出來了 然後變成 我們是加害者 加害你這個 被點名的類型 被點名的類型 所以呢 後來我這個朋友 就 大概是 還是 外面還是有一些 講話 就在批評他 講出來 把人講出來 愛死人啊等等的 他哭了很多天 就是 他本來是要去告訴大家 其實是在說 包括這些偉大的學者 其實都是會性殺老人的人 結果他變成一個加害者 然後他就 就哭了好幾天 很難過 那這就是說 為什麼 每一組要站出來講東西的時候 你要有很好的一個心理準備 特別是你要 如果你要公然的講出來的時候 那個不是個人可以承擔的 美國為什麼呢 這個me too 這個會成功 那這個媒體 媒體幫你做功課 今天有個人講說我被性殺了 媒體去找一個更多的人 然後一起爆料的時候 對方一定死的很慘 那我們台灣不一樣 台灣媒體也不太多功課 每天不來就是行車紀錄系 或我的Twitter Twitter什麼 Facebook寫什麼 他就是兩種新聞而已 他不會去幫你做功課 所以我們 其實我這樣出來講 其實受害者很多 不會 一般的人自己 不會一起跳出來講 所以就 變成只有一個人指控 一個人指控是很難成案的 而且我剛剛講過也很多困難 要舉證 密室裡頭等等的 所以要講出來其實是 台灣沒有辦法做到很好 是因為沒有人好好的 站在旁邊 能夠給他協助 雖然我們抓了一個裝線 密室好像也有一個專業 也有一個幫忙的那個 但是呢 我們其實幫助都很有限 我來講的幫助有限 因為一定要有資源 我知道保護不是說要幫忙 那就有些多少案子 我是不曉得 但是那個資源 對很多人來講 不實際的或是很難取得的 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事實上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接很難多的電話 到不來就慢慢就沒有了 沒有了 那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要做一個V2的部分 你要有一個很大的 要有些資源 還有一個耐心 給他 站他平面給他 寫書跟知識跟畫畫 這樣才能夠做得起來 不然的話 你把一個教書來講 然後他遇到這麼多的壓力 你看那個女主播 他在臉書寫的時候 他被那個 運動 運動主播 那個新騷擾 那他就一人講 他犯了 我覺得他寫量當然是OK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他後面也會遇到 能夠幫助他的人很少 但是要來挑戰他的人很多 包括對方的孩子等等 所以這個東西要出來爆料 這件事情都要想清楚 不然的話就會把自己 用到非常的不堪 非常的不堪 那我覺得在台灣目前 我們對於殺害老婆 或是性侵害的受害者 我們的這個支持 實質的支持 是不夠的 那我們專業的支持 可能也不夠 因為我們曾經接過一個案子 這個女孩子 他已經 因為他 他認為他被性侵 可是他去告 告因為沒有證據 告對方 沒有證據 然後甚至連他的女性 都不太相信他 是這樣 所以他就開始 就非常的那個 就是這個精神上 就是一直出現一個問題 然後最後呢 他其實也在看精神科醫師等等的 可是呢 我不曉得就是說 他一直沒有辦法overcome 然後你 就常常打電話來一直講 假如我們最後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協助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想去自殺了 欸 很可怕 那我們全部都嚇壞 我不曉得怎麼辦才好 可不可以通報 NO 我們不能通報欸 因為 他沒有實際行動的時候 你不能夠去通報 說他要去自殺 這個有這個 然後你會不會告訴他媽媽嗎 也不行喔 這個他個人的隱私了 我以為他是成年人的 所以這個 這個後來這樣處理到最後 我們心裡頭痛很害怕 他真的去自殺了 但後來好像也沒有 他有時候就把他跟回來 有時候就沒事這樣子 那我們還是繼續再跟他 做這個共通這樣 但是我要講說 沒有專業的人 像我們這樣的團體 我們真的是沒有專業的人 可是我們也給你親聽 我們是幫你relay 我們幫你轉給其他專業的人 可是他跟那些專業的人 談不容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找我們 他就給他接受到 給那個精神科的那個 心理諮商師 他說那事不好 他不跟他講 然後諮商師說 他不要跟他治療 他覺得他有問題 不曉得有沒有好錯 我們的專業有時候也很可怕 真的 他就說他不治療他 然後他給他介紹另外一個醫生 那醫生說 你本來有一個醫生 你再看一看一看 他就不相信 你來那個醫生去找另外一個 那醫生 就給他介紹另外一個醫生 那醫生就說 那醫生就說 你本來有醫生 你看一看一看醫生 那醫生 那醫生治療不好才這樣子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這方面的東西 有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再回到剛才那個秘書的那個 就是說大家不敢講 那我們還是鼓勵大家講 那這鼓勵著這個秘書的運動 過了一年了 整整一年了 那麼在個人裡面 發現了哪些事情 有沒有哪些的轉變 跟大家來做分享 因為在這些東西 在美國的資料比較多 台灣事實上沒有什麼 太多的這個進展 那我就想拿美國的這個 的狀況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麼 這個MeToo 開始了以後 從10月開始以後 在全世界各國都有很多的這個 回應 那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印度版 中國 校園的這個MeToo的活動 那這個應該是 那這個應該是 當麥還是 還是 這個是哪一個 這個不太清楚 一個是日本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Sweden 這個好像是以色列 那這個是 美國的 韓國的 那這是 法國的 那這是 立新的 立新的那個 那裡的遊行 在三月的 今天三月的時候 我們也做過一次遊行 那麼 這是我們 台語言現在 三月的時候 打破沉默 我們希望說 我們在這裡 能夠給你協助 那這是我們 三月的時候 做的一個 希望能夠給大家 一點協助的一個 運動 那在 這個事情 這個 從這個電腦 電影界的 那個 大師 一直被揭發了以後 陸陸續續 就很多的事情發生 那麼在美國 美國是在 這個 這個十月的事情 MeToo以後 就九個國會議員辭職 或是說他不連任了 OK 然後有三個國會議員 退選 他不再 他本來那一年這個 今年有那個 就是其中的選舉 他說 他不再選了 他退選 因為他被指控 那有些在 上一次的 十一月的那個 選舉裡面 都落選了 因為被指控 他有性殺老的行為 就 就落選了 那在英國的話 是 英國的國防部長 總理 這個 都是被記者指控 他們對他性殺老 可能是握手 設空手心 我不曉得 但是 當然這個指控都不會說是一個人 就是好幾個人去指控他 所以國防部長也下台 副總理也下台 那國會議員就不用講了 全部都辭職了 那包括這個韓國 這個民主黨的 那個總統的接班 所以他接班人喔 他就先 因為 又信心又信殺老 對於他的助理 秘書等等的 很多人出來指控 他就死固一條 他就死去下去 就 什麼也不是了 什麼也不是了 那另外在媒體跟出版業裡面 CBS的總裁 這個 也是被控告信照的信心下台 然後那個 NEO Review的主編 叫 Varuma 他去登了一個加拿大 一個信心害的人 報告十個人指控一個 信心害者 他寫了文章 替自己 Defend 他竟然看了他的文章 他就被迫 辭職了 那個NBC的主播 新聞主播 那個 Mack Roy也下台 也是被告信心器 像這種人 都不是只有一個人出來指控 都是很多個人 那他們一開始就會說 沒有這回事 因為他說沒有 其他人就出來 所以他就下台了 這樣子 那在影音圈裡面 跟YHC裡是 像這個Win 有力環工的那個 頭頭叫Win 叫什麼 那他呢 他也是被 他也是 這是 就是 就是 叫什麼 All Street General 報他 被 也是信証他的員工 等等的 一百多人 那他一開始也說 不是 後來也有 被逼下台 不但叫他是 共和黨最大的金主 他捐給共和黨的權 共和黨因為他被指控以後 就把錢 退還給他了 然後呢 他是那個 共和黨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募款的那個 總召 所以說 持那個總召 那紐約霸零武團的總監 也是 被這些 舞者啊等等控告 那這個點名就不用講了 都 Steve Wolfman Kevin Stacy 還有其他的很多的 這個 都 都是在 事後被指控 然後就 都下台 包包非營利組織 也是 充滿了這樣的一個 性騷擾或新親的 這樣的一個 行為 那麼像這個 呃 在英國一個慈善機構 叫做那個 總召俱樂部 那他總召俱樂部 那他總召俱樂部 每一年喔 幫弱勢團體募款 都捐給銀行 在這個兒童醫院 喔 像這些歲的 那他十半七半的時候 他募款的那個社會裡面 他請到 所有最 最有錢的這些 那個商業界的總裁啊 餐廳的老闆啊 等等的 辦了幾百人的這種 大的宴會 全部都請來的 然後全部都請女生當 hostess 當招待員 然後女生都穿得很少 那這個東西 當然就是說 每次去服務的 這些女生出來 我就很不敢 就不行 呃 不是很高興 然後出來就會講 最後一個記者 就臥底進去了 把裡面的所有的 亂七八糟都全排出來 排出來以後呢 就在報紙上給他報了 報了 然後這個男的 會去摸女人的屁股啊 或者是就帶 就強迫他帶出場啊 等等等等的 這個是一個百年的俱樂部 就從此關門 宣布關閉 然後兒童醫院 捐到捐款 把錢退給他 不要他的錢了 所以這個俱樂部現在就沒有了 好 那這個 國際發展救援的非組織 這個 一個非政府的組織 是救援組織 很有名的 這也是英國的 叫做Oxford 在救濟那個 那個什麼 啊 那個叫什麼 兩個字的一個國家 海地啊 海地啊 海地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颱風還什麼的 那個 來的時候 不是造了整個 這個 整個國家都 等養馬翻嗎 那他們就被派去救援 但他用 他用性交易來 來換救援啊 你看我救援可以跟人家跟我睡覺啊 那最後來也被裡面的一個 女的一個 員工揭露 那他這個事情揭露了以後 我更吃驚的是 聽到那個 聯合國的那個救援的那種 非救援的那個組織說 聯合國這個救援組織 在外面去救援的時候 也都是這樣 他這個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所以這些救援組織 也是在用救援的時候 去去性侵 他還是性騷擾一些 當地的這個父母 就是很 很糟糕的事情啊 還發生在我們這個非營地的組織裡面 那像這個諾貝爾獎 這個 班諾貝爾獎的這個 瑞典學院裡面 有很多的院士 在審這個諾貝爾的頒獎 其中一個院士的先生 性侵 性騷擾他裡面的員工 或是那個 同事的太太 那這個事情 因為那個 祕囑以後 他有被揭露 那被揭露的時候 這個這個 學院進來 有點 那個祕書長有點 就是想要他下去 結果後來 就撲不出來了 所以後來祕書長就辭職了 然後呢 就在這個 五月的時候 宣布他不頒文學獎 不頒文學獎 就是那個 主要是那個 那個 審文學獎的院士的先生 也是一個文藝界非常有名的人 那因為這樣子 他們就 今年就沒有文學獎 啊 今年有什麼呢 和平獎 什麼 醫學獎 都沒有文學獎 沒有班 那這個是 剛剛講的都是在這個 MeToo以後 發生的這個 獨立的這個事件 那這個獨立的事件 在 就是說 他後來 發酵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就造成了一些 這個是個個的點 就造成那個 縣跟面的改變是什麼 那麼在政治上 他有一些轉變 就是說 他說那個 在美國裡有一個 叫M&A List M&A List 是那個 民主黨在鼓勵女性參政 他就投給你 就是有一瓶資金 如果你 是女性要參加 這個 民主黨的選舉 他會提供這個資金給你的 一個List 他在上一屆選舉的時候 有920個女人來聯繫 M&A List 這一次 這個MeToo以後 是4萬2千人要來聯繫 說他們想要重振 他們想要進到這個決策的 這個系統裡面去 體系裡頭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共和民主黨的國會候選人 今年啊 候選人一半是女性 2016年的是27% 今年是一半 是女性要參政的 那麼另外就是說 在2016年支持克林頓 就是支持那個 呃 女總統候選人的 女性支持克林頓的喔 比支持特朗普的呢 多13% 那男性支持特朗普的呢 比支持那個克林頓的 多11% 那這一次的習中選舉 在11號選舉 支持民主黨的呢 女性支持民主黨的 比以前更多了 又多出更多了 多了21% 那男性支持共和黨的呢 就降下來 變3%而已 在這個整個這個 這個 MeToo的這個 movement裡頭 你就看到 他其實在這個 這個 movement裡面 有一條線在那裡 這個 民主黨是 movement的 的 party 的黨 那那個共和黨是 movement 的這個反錯的 party 嗯 就他一個是支持 那個比較支持 MeToo 一個是比較不支持 MeToo 所以他在整個 MeToo的運動以後呢 就支持了 這個不管男男女女 去支持共和黨呢 就變得比較少一點 那另外一個說 很有趣的是 加拿那個總 那個很遠道 那個總英語 叫做Truth 他在那個Dobas Dobas 是一個全世界 那個聚商聚會的一個 一個一年一次的聚會 他在那個聚會裡面 這個Dobas的演講裡面 那個會裡面 是全世界的領袖也都會去 總統都會去的 他在那個會裡面的演講 是要求全球的其他追蹤 MeToo movement 跟Time's Up 那個Truth的總理 我不曉得他 他滿年輕的 他是 就主動的在一個 這樣的一個 全世界 不管是領袖跟 那個商業界的大佬 聚集的這個大會上面 他去談到的是 MeToo這個Movement 那這個是在整個政治上 我們看到的一些改變 那因為 其實剛剛講很多人退出 當然共和黨民主黨都有 尤其是退出的 比較多的是 被指控比較多的是共和黨 民主黨比較少 所以我剛剛在講說 他們這個在Move 對人權的尊重上面 其實才是有一點差異的 那在市場上呢 他事實上也有一些改變 一定在修法方面 那麼過去 過去有些公司跟員工之間 會簽 這個合約裡面會簽 同意不對外的公開發言 就是說他在這個公司裡面 一些經驗 他不可以對外面說 那現在呢 要修法 就是說不可以 不可以強制員工去 同意這樣的一個條文 另外說有些合約裡面 有強制仲裁的條文 就是說如果在我跟你有爭議的時候 你不可以把我告 你不可以告我 我們一定就是找仲裁然後來 來調解 有些公司的跟員工的合約是這樣 那現在是說 這個強制仲裁的條文是不可以有的 特別是在這個性騷擾跟性侵害這樣的行為裡面 絕對不可以有這種強制仲裁的條文 也就是說你可以告他 你可以告他 那另外就是說 終止或是延長訴訟的法定時效 所有的那個 一個犯法的行為 對我們講追訴期嘛 就是說 三十年以後就沒有效或什麼的 他們要把 他們要修 現在想要修制 把這法定時效把它延長 就只有對希少老闆 就是所謂的性的這個misconduct 就是不當的行為的這些 這些訴訟文件 他們要把那個時間 低的把它弄掉 或者說沒有實現的 或者是延長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後來發現很多女性 是在小時候被性侵 或是性 就是比較嚴重的在性侵 那可是要長大以後 三四十歲的時候他才講出來 那可能過了訪問結束期 就不能告他 就像這是Ford在告那個 那個誰 告那個大法班的那個被提名的候選人 三十幾年前 所以他已經沒有辦法把他 沒有辦法告他了 他只能去指控他這樣子 所以他們想要把這個時間延長 也就是說在這個 整個me too的moment裡面 在法令的部分 他們有做了這樣的一個思考 那另外就是在訴訟方面 這個很有趣的是 這個america這個time up 他們後來不是有 今年的時候 有一次time up的打遊戲 他們set up一個 fund 就叫做21 放了2100萬的美金 做訴訟的基金 就是說如果你因為 你如果要去告人 你沒有錢 你要跟我申請錢 我剛剛講資源在這裡 你要去告人 你要有律師 要律師要有錢 那台灣有法服可能可以協助 如果你是經濟弱勢 如果你不是經濟弱勢的話 你就要自己出錢 那這裡很有趣的是 這個光光一年內 就有三十幾百元去申請 那些都是低薪的老公去申請 所以要有錢 他有幫忙做私錢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員工會集體訴訟 像Google去告這個 Google的員工去告那個 那個說 這個Google以為 那個brother culture是 兄弟的那個文化 他們對於這種性騷擾的行為 全部都把他演 就是 演蓋起來 像Ford 福特公司 那他是 他是阻止這員工要去做這個事情 就是員工如果有性騷擾 性騷擾的行為 他就阻止他 他是百般的阻擾 他不讓他去做 所以他就 員工會集體訴訟 那不是單業 他也是員工集體訴訟 那你看到麥當勞 麥當勞 麥當勞有在裏的員工 他把那個MeToo的那個 MeToo的那個 麥當勞的帽子 那個M 他全部的員工出來指控 這個企業裡面 有這種隱匿 性騷擾或性侵害行為的 所以他員工出來抗議 所以就是說 現在已經是由一個點 一個人個人的指控 就變成一個集體的一個行為 那更有趣的是 普通的集體訴訟 普通告公司幹嘛 大家看一下這張怎麼去 這張是 這是福特 福克斯 福克斯那個 他的那個 好像是總裁 福克斯就是那個電視的 他因為他的頭頭被指控性騷擾 這兩個禮拜年股票就下跌 這是Win 那個永利盲工的 Win被指控的時候 股票就跌了 快將近20%以上 然後再試試這樣回轉 這個是Gas Gas那個賣衣服的店 他們也是也是他那個 這個人是 他應該也是他的總裁之類的 因為被控告他性騷擾股價大跌 Nike也一度這樣子 那麼CBS也是電視台也是 那個剛剛講的那個 MOOS這個總裁也是 這是Varion & Mongos 一個書店 很有名的書店 他的也掉下來 就是說 只要是被指控了 呃 被指控 那個大婆被指控性騷擾的時候 就是公司的股價下跌 然後呢 股東就不爽啊 股東就去告說 這個公司 其實以前有行為不典 有員工有獎 他們都沒有去處理 所以讓我們的股價大跌 真的 然後就去告 告這個Century Forbes 拿了900萬美金出來 900萬美金出來 出來Settle 才來這個 這個股東輸送的東西 他賠了這麼多錢 就沒有輸送 那WIN WIN WIN就是這個 也是股東基底輸送 所以股東就出來 就說你們的公司 沒有管理好 他已經股東損失 因為股價大跌 所以就去告公司 這個是蠻 這個偉藍有沒有想到 有這樣的事情 那看到覺得蠻有趣的 明白 可以想一下 那在整個市場的文化裡面 事實上就是說 很多公司 也都陸陸續續的 採取了一些 所謂停性沙老這樣的一個 policy 這樣的一個政策 因為 他的股 不只是股價受到影響 他 因為像這樣的一個 新沙老學生 是影響到人工的生產力 欸我那個兒子 沒有改過來 你也有 你不記得我改了 怎麼會沒有 好奇怪 你也有 我就改過來 為什麼沒有寫 他的生育下降等等的 所以他對於性沙老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 這個性沙老的行為 事實上不只是對於勞工的一個 女性或是說 被沙老的男性勞工的一個 很不友善的環境 包括整個公司的 這個 這個生產的東西 他的這個經營的那個 那個 收入等等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現在也非常的重視 這個 他們大公司那樣重視這個 零性騷擾這樣的一個 一個 需求 那像是Uber Uber在他的APP上面 加了一個安全的功能 取消那個 現在上線 這條線是沒有 他們本來也有那個 強制仲裁的原因 就是Uber原來有求職 可是Uber的上面頭 每個都失騷了 所以他們後來 就把那些人去都發了掉了 然後現在就是 他把這個 有強制仲裁的分離拿掉了 然後他們還在網站上 要去公開 他們 就是說在這個Uber的系統裡面 有發生性騷擾的這個 資料會 post在他們的網站上面 那 這個 這個 OVIC是英國一個很有 很有名的 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非營利的一個戲院 那時候 Kavin Stacey是在那邊做藝術總監 那這個醜聞發生以後 有開始設一個健庫網 Kavin Stacey 他信心一些 也是同性的信心 他就後來設一個健庫網 在那邊 那另外這個 有一個公司 他去研發說 研發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還是一個賣體公司 就是這個軟體他當公司 公司的人如果你有被性騷擾的時候 你可以登錄 是匿名的登錄 匿名登錄 那 登錄上去之後 如果有其他的 不是 登錄 他就保持在那裡 如果還有其他人的指控的時候 這個才會變正式的資料 存在在裡頭 所以他就是要去 你讓這些人 就是公司裡的員工 願意去報告 去揭發這個 在公司裡面這種不友善的行為 在那個軟體也是滿受歡迎的 另外就是說 他另外一些 新鮮擾法制 也是學習的那個 環保的一些作為 就是說 他讓那個農場 因為這個農場裡面 還有 這個農場裡面 這個做農的 就是那個林工啊 常常受到這個農場的老闆的 性沙老 或是圖師之間的性沙老 那所以呢 他們就去弄了一個叫做 Fair Food Program 就是說要有 這個Food Program 包括了性沙老的這個房子 這裡面一定要有這樣的東西 這農場有簽署這樣的東西 賣場 譬如說 在美國最大的 現在最大的這個這個 這個零售商叫做 Whole Food 或是Taco Bear 才跟這種農場買東西 就是說你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裡面有包含 包括性沙老的房子 房子 那我們就 繼續推 推這樣的Program 然後大廠會給你農場買東西 那這樣來預防和性沙老的行為 這也是蠻好的 這也是蠻好的 那另外就是說 在2017年的時候 芝加哥有通過一個玩家 Hands On Pants On 這個是在 這個其實這個很重要是說 是家這個Hotel裡面 在打掃房間的 或者是做家事 幫人家做家事的 或者是Hotel裡面在幫忙 酒店的那個Bagirl 那個酒的 那個Bagirl 這是什麼 就是服務生啊 酒店的服務生 就常常說穿的很少 在那邊端酒 要走過去摸你一下 碰你一下 那種很多嘛 在酒店裡面 那他們就發了 他們就通過一個法律 叫這酒客手 不要在那裡 不要去亂大家的控制 那這個法律就是 當然所有在酒店工作的人 他都配戴緊急按鈕 Button 那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按那個按鈕 然後他的人就會馬上來處理 因為有時候 你像這個清房子 你在Hotel裡面 你在旅館的房間裡面 你去幫他清 有時候客人還在裡面 他又對你毛手毛腳 或是酒店你再拿酒給他 他說對你毛手毛腳 你就可以按那個按鈕 每一個人都要有 那這個是在10月10月間通過 他就其實在好幾個月前 他就已經要做這件事情 那是在這個 這個Weinstein的事件發生以後 他們就趕快通過了 通過了以後呢 不只是芝加哥 或全國比較大一點的酒店 也都採取了同樣的措施 就除了說有一些 那個政策 當你要通報的政策等等的以外 另外就是每個都有一個裝置在那裡 那這是能實際的幫助這些人 要不然怎麼樣 你在一個房間在清房子的時候 被狂惑性侵的人 你也講不出 也沒有那個 也都講不出來 被性侵又被性侵 所以他如果有這個 緊急的那個按鈕的話 他就可以抿你被性侵 或被性侵 或被性侵 這樣一個事情 情事發生 那這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這個 英國的那個TAMS報 TAMS 他去做了這個survey 收集 哈哈哈哈 他說我還有三分鐘 收集 好 會不會又很快 他去收集了那個 過去 就在這一年裡面 有名的人 有名的人 因為性侵害或是 失去工作的人 最後就發現這些案件呢 替補的人員 就是去代替下台的人 他替補的人 有43%是女性 43%是女性 那所以呢 但是呢 但是呢 在這個他們 因為這一年來 其實很多人做了很多的調查 那麼這個調查就是說 在美國其實 不到商機之一的公司 做出一些新的措施 他去訪問員工 那這場的話 是因為 所有會有實質的改變 我想是還要來看 要觀察 那這個是在講說那個 就是TAMS報告 下台的人裡面 大概 下台200多人裡面 大概有99個人 是有地補 這個位置上去 那以為演員 就沒有地補的問題 就是有地補 裡面大概43%是女性 43%是女性 那這裡面 再講就是說 這個反錯 就是說這個事情 繞了一年來 事實上從第三個月開始 那個有名的 那個華國人演員 他就寫了一個公開信 他說男人 有一個 有去 他說在一個 這個性的自由裡面 男人是有 他有那樣的一個 去騷擾一個 去 就是去 bother 一個 去對一個女性 去表達 就是他強制的去表達 他的愛意 或者是情欲 這樣的一個自由 他說如果你有聚員的自由 我就有 我要強制 impose 就是我去 bother 你這樣的一個自由 好 那他就公開的裡面來 講說這個 Mizu的運動 這個反應播度 他說很簡單都是條型啊 你幹嘛這麼嚴肅啊 那就是這個 這個奴頭公主講話 那在2018年的時候呢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看過那個 這個照影機 大家也知道 韓劇很有名的一個隱形 他看電影 我大概都看過了 那他也是被指控性招勞 性侵害 那原來說他還否認 還又稱道歉 那警察開始調查他的時候 他就自殺了 那另外就是說 在2018年的這個 8月的時候 有很多 有很多 調查就顯示說 現在男人 他們去訪問 很多男人覺得 他不曉得怎麼 跟女性來 互動 他說這個這麼 咪不動不動 就是我心騷擾什麼的 然後我不曉得 你跟女性互動 那他們也比較偏 指導女性 或是其心理性 那這是 當然這是一種說法 也可能是一種故意的說法 也可能是一個實際的情形 總之呢 這個運動到現在來 從1月一直到8月 都一直不斷的有一些東西 都一直不斷的有一些東西 來指責這個運動的一個負面 那這個Burke就是講 MeToo這個人權 人權 人權 Ectidus 他就說 這反錯是不所批評的 那個運動都會有反錯 那只是說 我們到底 到底他們在坎坷我們什麼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來應付它 那我想 跳過了 那現在對MeToo 比較多的批評就說 你這個MeToo 做了什麼 你到底你的定義是什麼 那我想其實 最開始的那個 那個Alisa 她她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她只要知道那個寡度 變深度 就大家講出來 在每一個角落都發生 非營地組織 政治界 營地界什麼 都有 有名的組織 也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另外一個批評 所以她這個 所以她定義不明確 我覺得 有一點過分 但是她有沒有講很過正 有可能 有可能 比如說 大大小的其實都出來講 那出來講的話 是不是 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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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力原則 聽說 像這次這個 這個 大法官獲選 他被這個 郭德的 教授來指控 他過去是一段性騷擾 有沒有這事情 不知道 但是呢 這個 被指控的 他的家人 全部都受到影響 那這是一個 每次要指控人家 必須要思考的東西 所以 有沒有講很過正說 是不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舉不到爆料 那我想這次大家 可以再來討論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我們 對於所有的事情 都是無罪推論 推定 他有沒有 你沒有證明 他從事還是無罪 所以 他可以真相的確認 他的 缺乏一個程序的 正義的程序 他說 每天跳出來就講了 然後大家就說 怎樣怎樣 他覺得這個過程 是有一個程序 正義的程序 所以 對於這個 V2的批判也是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加藍整個受得 蒼燒 的合理性 就是說 今天我 對你性騷擾 你去 公布給大家 然後全家人都 變成社會只是嚴隱人 這樣還不合理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 來處理這樣的東西 那 是不是性侵害也一定要講出來 還是說有其他的方式來處理 我想這個是 在做這個V2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要考慮到 這個加藍者受的這個創傷 是不是 合理 那另外就是說 他們 在這個V2裡面 大家強調個案 就是比較 不會在這個個案的領域 檢討 政策合法裡面 執行的問題 那就是這個V2裡面 在反錯裡面的一個 大家對你的 做了東西的一個 一個批評 那也是大家要去 反省的 那 是 時間不夠 我就講到這裡 可以可以 好 其實 我剛才已經確認他講 15分鐘 所以還有時間 其實在這一次 MeToo最大的反錯 是我認為 是美國大法官的提名 美國大法官 Karen 這個被提名的過程裡面 性侵的指控沒有被嚴肅的對待 就是那個女的 她一出來指控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總統 第一件事情講的是說 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出來說 為什麼你那時候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出來講 她那時候是小孩子 她十幾歲而已 那我的那些老人 老男人朋友就說 啊這兩個是娘小無猜啦 那她就跳出來 總統就講 總統是全國最有power的人 她就出來講說 你為什麼不出來講 所以過了幾天以後 那個 Ronald Reagan 以前那 Reagan 總統的 女兒就跳出來講說 她以前被心情要過 她也沒有講出來 她跳出來支持她 所以在這整個事情 發生過程中 這次跟以前 有一次大法官提名 有一個黑人的女性出來指控 那個大法官叫做 Thomas的那個 其實自己家 在大法官提名的時候 有一個女性出來指控 她們的心騷 不一樣是這個 過的齁 在這個運動裡面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運動 所以沒有人敢講過的 沒有被信心的事實 沒有人敢講 都說她有 可是不是她 有 可是不是她 那這個可恨的是 這個總統 那總統很可怕 這個川普總統 是很可怕的人 我們台灣人對她 還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 她是很可怕的人 她竟然在她 那個進舉的活動裡面 去學這個女的 去取笑這個女的 說問她 你什麼時候被心情 我不知道 問她記得什麼 我不知道 她就去學那個女孩子 去 她是受害者 你在這樣的場地去取笑 然後下面一群之三 那小哈哈這樣子 這個對於受害者 其實是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我說這個 最大的感觸就是 一個國家最高的 最有權利的一個人 他竟然用這樣的態度 來看待 那就是因為他這樣 看待這樣的人 所以呢 其他的人 都會跟著 欸有總統跟他撐下去 我們就繼續這樣 來歧視這樣的人 這些人 所以這個 其實他說 是美國大法庭的程序 製成井你 那個是最大的團錯 那我最大的鼓舞是什麼 是諾貝爾和平講的頒獎 這些諾貝爾和平講頒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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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受爆或是什么的时候 他是一个医生帮他们治疗的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亚提 亚自体的运动的那个女孩子 这个木拉德他是被IAS 那个战争的性暴力 那这个奖就帮给这个人 那那个有人就问说 那个记者就问这个 那个诺贝尔奖这个审查的这个主审 就说你们班里这样的人 是不是受到V2的影响 是不是受到 那他的确是说 他说虽然他跟战争性暴力不太一样 但是娘的共同也是 让人看到女性所承受的痛苦跟被戴 那为了让世界知道痛苦的确存在 女性必须抛弃所谓感到羞耻的想法 敢勇敢的说出来 他是呼应了V2的一个精神 就是你们要说出来 那种社会看到 女人的确是这样才发生的 所以这个 如果没有想班底这两个人 其实甚至是对这个女性的这个 就是说V2的运动 就比较大的鼓务 虽然有没有总统在那边 诋毁这个母女的 好 那个刚刚好既然这样的话 我要再讲一个 就是说其实有这个反错 就是说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反错 那事实上 事实上在金玄 曾经对有美国人 这个V2的派遇 一年前跟英年他们做一个调查 就是说他就去做调查 就是说女性抱怨性骚扰时 产生的问题 比他们解决的更多 就是说我出来讲 我埋怨的时候我被新招牢 可是他送的那个 他能够解决的东西 事实上比 他们讲出来是更麻烦的 更麻烦 那个在那个 在那个时候是 去年的时候是29%的 我会去觉得一定要讲出来 那现在讲出来的时候会 讲出来会比 没有讲 怎么讲 讲出来比较好就比较好 有讲出来比较好 这个就是29% 那后来今年的话是增加了2% 不太多 那但是他们同事 他们在同堂说 如果是20年前 性骚扰女性的男性 是应该保住他的工作 就是这个人在20年前 已经有那个 那时候有28%的人 28%的人认为说 应该要保住 现在是36%的人都没有要保住 就是说大家比较宽容 就是说那这个问题 都是对MeToo的一个 一个反错的一个死的情形 那另外就是说 对你性侵害的错误指责 比没有讲出来 会更糟的人了 过去人是18% 现在是18% 也就是说 你性侵害的错误指责 他意思是说 你性侵害不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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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不要错误 他觉得错怪别人更糟糕 那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思维 其实都是对于女性受害者的一个 比较残忍的一种思维 就是说 因为他认为这样 就是说 今天去伤害到错误的指责 去伤害到别人 你不愿意伤害别人 你自己被伤害 忍着的不要讲出来 可是你千万不能去伤害别人 是这样一个社会的思维 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思维 所以在这个E2以后的一年里面 其实有比较多的一个 反过来的 到头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那就是说 在这个反错里面 我们就问说 到底E2是不是真的走过头了 就是有些人觉得 女性过度嘛 交往过正了嘛 那其实数字会说 在美国 根据他们的统计是 二十八十一%的女性 曾经被刺到性骚扰过 二十七%的女性 曾经被信心过 那台湾是没有这个数字 那台湾那一百零六零的时候 那台湾那一百零六零的时候 性侵害案件是一万四千 性侵害案件一万四千两百多件 那么一世效一世上的案件 就是四千多件 那这个看你们觉得 这个数字是怎样 因为在台湾其实 有讲出来的就是这样 那黑数很多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讲出来 也就是不敢讲出来 因为实在是 所以台湾事实上 当我们看到美国 有这么多的改变的时候 就是不管是在 在政治领域 或是在这个商场领域裡面 大的改变的时候 我们台湾其实根本没有起步的 台湾的那个 没有起步 不但没有起步 都充满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比如说像泰国的这个 这个女孩子 她说她在泰国被性侵 或者是前一阵子 不是有一个女孩子 被性侵还被杀害了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龙总的医任的医师 就出来说 这个受害者要检讨 你为什么会被人家信心呢 就像我说 所以我都很倒霉 你第一个被人家牵手 是想到说 那你随便让人家觉得你可以 她可以随便接你的手 现在就是来检讨受害者 我们台湾那是很多文化叫 检讨受害者 她不是去指责加害者 她是检讨受害者 这个陈克华也是很莫名其妙 她在讲说 那女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去检讨你自己 为什么会被人家信心 或被杀害掉 有这样的思维也很奇怪 然后呢 我们更好笑的是 我们的龙总医院 竟然说 因为后来就被围攻 这个陈克华医师被 叫什么克华吗 还是林克华 陈克华 后来被围攻了 被围攻 然后那个医院就跑出来说 她觉得这是一个好医生 那这个好医生 现在受到心灵伤害很大 她没想到那一家人 小孩子死掉爸爸妈妈 受到心灵伤害 心灵的伤害不大 说这医生受到的伤害很大 我们会好好地来辅导她 让她赶快就去 还要去充医这样子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去画我们总算是三度伤害 一个是嫁害者杀人的那个 第二个就是陈克华医师 第三个是龙种 那这是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很虚伪的 我怎么讲 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态度 基本上还是相当 相当男性思维 对不起 男性思维 那我们就还讲说 其实妇女运动是 其实世界的妇女运动是第三波 不经过了三波 然后没有法令啊机制啊等等的 但是我生活里面还是不断 还是不断 那这个Metro运动里面告诉我们 你仔细看 不是很有诠释的人 很有地位的人 但是很有钱的人嘛 就是因为这个整个 权力跟财富的结构都没有改变了 以至于 就是这些有钱的人 一直有事的人 一直在欺压下面的人 所以呢 我们的心情态也没有改变 也没有改变 所以在这个Metro运动里面 我们其实有看到 他有往前走 那他也被push到往后 但是他有实质的进展 就是他整个政治版图的更动 今年 就是说在这里面 退选的这些国会议员 或者是圣诞里头 参议员里面 民主党的比较少 共和党比较多 选上去的 像去年的10月2日选举里面 那个深南的州 共和党的 从来没有民主党选上的州 竟然被民主党选上了 所以这个政治的版图有在更动 那女性参与的也越来越多了 因为受到这样的运动的影响 女性的参与 他想要去拿到权利 那市场的女性地位也提升 刚刚我看到了 接下来的人 一半是被女性来 位置被女性来取代 所以 还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我明明就有写上去 为什么会没有 可是我已经忘记我写什么了 怎么会这个版呢 奇怪 还明明有一句话的 其实后来才加上去的 好啦 那这七位也没管用啊 但我想到了再讲 那这个经济学 他就讲了这句话 他说这个 MeToo这个运动 19世纪女性同票权运动以后 争取平年最有一个一样的运动 因为他的确在这个里面 他撼动的 撼动的东西是政治版图的运动 这个市场女性地位的提升 还有市场文化的一些改变 所以 还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 虽然说 我们也遇到很多的这个 负面的批评 那我想对于这些负面的批评 我们还是很诚心的去接受 比如说 这个 真的可能 在加拿大就发生说 这个 去问 去问说 如果 我要跟一个女的员工 讲话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把办公室的门打开 或是要有第三者在里面 在我来讲 我觉得是恶意的问答 但是 有这样的一个报导 出来讲这样的事情 那也有一个妈妈 就说 她在那个脸书上 她在treator 可以这样吗 treator上面就讲说 她说她的儿子 就不晓得怎么样交女朋友 因为她不晓得 其实我这moment以后 她不晓得怎么交女朋友 因为她不晓得 什么跟女生互动 她妈妈就这样讲 她过来她儿子后来就出来 说没有这回事 好 如果这里我要讲 是说有些人 对于这个moment 其实是很方便 特别是共和党的人 对于这个moment 是感冒到起点的 那民主党的人 是支持到起点的 这也是一个政治的一个 一个划分 那我想我们就 先谈到这里 谢谢 好 请这个十一者 做那么完整的成绩 我刚刚讲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往事 譬如说 我知道在这几年来 处理过类似的个案 我只能加一句 跟台湾现在很像 当加害者 一个被害者的 资胎出现的时候 是同耳消灯罢呼 这是我在处理 相关的案件的时候 现在台湾是 加害者 是当有运痕的 消灯罢呼的 资胎出现 那 接下来就听 台湾男性协会 好不好 好 来讲歌 不是 我就尽量 快一点 所以我就念我的稿子 然后我很高兴能够 受邀来这边 然后 台湾男性协会 是一个 新成立的协会 那 主要的组成分子 其实因为 大部分都是 生理男性 生理女性也有 只是说大部分 我们在 台湾的NGO活动里面 其实就是处理一些 性别相关的问题 那 可能很多我们服务的课 或接触到的 按理石 和男性相关 所以会觉得 在 在这样台湾的这样 状况下 应该有一个 男性观点的 在这个 进步的性别的运动里面 应该有个 男性观点的 也会出现 所以我们是今年刚成立的 所以 我们的很多方向 还在 还在寻找当中 所以我今天来 我其实就是有点 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然后我们和我们的 几个 理事 我们有一点点讨论 并没有完全的 定案 但就是 丢出一些 我们的思考 好 呃 你可以 你们可以看他 也可以看我都好 没关系 因为我会念稿 然后 然后 男性当然可以 在这个 你都运动中 当作 那个受害者的联盟 那我们也知道 肯定会 会有很多 进步的男性 会有权力的 支持这样的揭露 但是 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面 其实害很多 男性只有讨论 或者是谈话 刚刚那个 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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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黄淑英也说 呃 老男人就是 对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 呃 疑惑 或者是直接 反对 那 我们就在谈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男人 会对地图运动 充满疑 那这些男人的疑慑 是真的疑慑 还是他概想了些什么 我们大概有说 我们大概有初步的 推测四个东西 但这个只是推测 其实也不一定代表 真的是这样 一个可能是 这些男人就是 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这样做 或是不知道这样的行为 其实就是 就是不好的 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第二个 他知道自己这样是不好的 或他知道 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 但是他不知道 他听到人家说 就是性侵害 或是性骚扰 其实会 觉得不知所错謀 这可能也是一种 跟性别的意识 不足有关系 第三个 可能有很多男性 就会 在 听到这个 me too 运动 或人家在讲说 谁谁谁 对谁怎样的时候 他很多人直接会 起来想说 他是不是 这个女的 是不是在悟告这个男的 就是 有时候 感觉上是 把自己 把自己 站上的那个 加害者的那个位置 在想像说 如果有一天 有人 我因为害别人 这样 所以 然后他可能会碰到我 他还没死 那第四种当然还有 就是有些男性 还是受害者 当我们在讨论 me too 或是讨论这些 性侵的问题的时候 或是说 男性对女性 怎样 对很多受害者 来说 这的确是一种 不舒服的感觉 很强烈的 好 那没关系 呃 我 我比较想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me too 里面 呈现出来的 其实不是那种 路边随意的 抢暴人家 或是怎样 其实大部分的都是职场里面 或是组织里面 学校里面的 家庭里面的 熟人性情 那这个熟人性情里面 其实一个最大的特点 我们可以说它是 诠释性情 OK 这个诠释性情 当然就是 第一个 拥有权力的 一方 他很清楚的明白 他的性交 他性交的意图 可以成功 是因为他身上 拥有的权力 而不是因为 他有这个性欲 我觉得这个是在 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 第一个要 呃 想清楚的 好 然后我们大概会有一个 一个印象认为 呃 因为男性啊 都是潜在的加害者 因此 男性在面对 me too的风潮时 会理所当然地 站在被制空 为加害者的地方 他们可能会想尽办法 否认各种可能性 但是话说回来 这些意思 我想当然有个猜测 假定的这些性侵害的本人 是基于原始的性欲冲通 而不是其他 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 发生权势性侵的原因 不会只是因为 生理性别的差异 而是更多的是 世界双方 在权力位置上的差异 如果我们放回来讲 所谓的性别 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话 这种社会建构 虽然以生物性的性差异 作为基础 但是接下来延伸出来的 种种的权力和差异 其实却更影响了 就是不同的生理性别 在社会的位置 及是他们的行为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 我们才有办法看清楚 权势性侵的事件的关键 我们才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会被权势性侵的 不会只是生理性别的女性 加害者 也不会只是生理反弃 OK 好 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男性 视为理所当然的加害者 不仅是一种误解 有时候可能是一种 思考上的怠惰 就是放在 metoo运动整体上来看 其实也不是明知之举 就是说 我们如果每次 metoo就是 把女性被男性侵犯 所以要怎么样 好像所有的 所有的责任 就在一个 男性都是加害者 我觉得这个不是明知之举 我的意思是说 这等于是把各种无辜者 都推到加害者的地方 如果男性在这样的性别入宿之中 因为有大部分加害者同性别 而且有大部分被害者相反性别 所以因而 他因为这样的关系 一概的先行被假定 至少是加害者的同盟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的感受 连接上股权社会的男性 因为优势的位置 而形成了潜在的优势 优势权势的同盟 在面对类似 地图运动或其他各个性情事件 的整理的时候 他们是否会因为这样 让他们 因为反正我就是 我摆脱不了 我就是一个生理的男性 我摆脱不了 我在这个结构里面 其实有优势的 在这个状况下 他们会不会这样 不自觉地在这样 质疑世界真实性的 那个社会文字 就是我每次人家只要说 呃 那个男的吃这个女的豆腐 我想这样 我会不会因为 我被 整个被这样设定 所以我也不自觉地 我就认为 对一定是女的 一定是受害者 诬告或什么 进而否认 新兴的真实性呢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不论哪一种生理性语言 很多人在听到 权势性情事件的时候 我们常会 很快地就指一受害者 他这个叫做 以性换取权势 或者以性换取支援 然后 然后 当我们面对 我们认为 我们 有一种共识的说 诶 那个事件就是 权势性情的时候 我们也 会谴责 那个叫大欺小 要强凌弱 好 所以我们 我们都知道 这些东西就是 以权势换取性 那 这也说明了 其实 这几种社会公司 就是说 权势性情的重点 除了性的侵犯之外 就是权力关系 这是很重点 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说 心情事件的时候 我们会 我们只是把 男或女 这样的东西 标示出来 有时候忘记了讲 把那个权力的差异 讲出来 但是 OK 所以呢 男性 虽然男性 在父权社会中 教育取得权力的优势 但是在父权社会里面 真正在有优势的 并不只限于 生理买性 优势 在社会里面有各种面向 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优势 不会只考虑此人 有没有阳俱 面对权势性情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 如何改变权力关系的性子 或说如何规范在关系中 占有优势的一方 不可以以威胁利用的方式 违反他人的意愿 然后跟人家发生性关系 这应该在我们看来 应该是me too 运动 至少应该达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更好的就是说 全世界所有的人 大家平等 不要就是在性的关系里面 或权力的关系里面 不要那么清闲 好 me too 运动 我们看到说 me too 运动的当事者 受害者大部分是女性 但是在风潮之中有很多男性 也有很多所谓性别 不平的这样的认同 在我们入空间里面 讲出自己的受害事件 那 我们觉得 因我的现身 跟me too 这个me 其实是想要因我的现身 而团结更多的 we 出来 那这个你呢 可能只受害者 他去求 在座各位团结 说是我 我出来 我希望你们可以这样 这个你呢 也可能是他想要指控的那个 受害 加害者 可是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对大的问题 就是说 通常受害者 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面对 加害他的人 有各种恐惧嘛 没有办法面对加害他的人 其实也在所谓的 我现在说了 这是一个象征一个比喻 就是在那个类里面 那个类呢可能是 他们是加害者 或是在加害者周遭的那些帮凶 或者说不要说帮凶 而是知情的 但是沉默不语的 那个关系 社会关系里面的人 那 比较应该要问的问题是说 是什么样的文化 促成了 加害者 帮凶 或沉默的知情者 面对这种 诠释性情的时候 有一种沉默 不说话 或是否定 这些事情真实性 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 而且让这个东西成了 好像 其实不论东方西方 它好像是我们 这个世界的某种主人观点 好 刚刚有谈很多 维恩斯坦的这个东西 其实刚刚王淑英也讲了很多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文斯坦它可以 30年来 都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它在这个圈子里面 是顶尖的 很多人靠它的资源 在这个圈子里面混混 那当然很多加害者 很多加害者 不一定像维恩斯坦那样 占据最高的位置 但是至少 如果它发生了骚扰 或是权势性侵的时候 它至少 它在它的权力上一定是 有某个程度高于受害者 那 那 呃 呃 女性要 呃 被杀 受它侵害的人 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指控它 或者说 它可能曾经跟旁边的人说过 我被它心情或骚扰 但旁边的人 其实会要它忍耐或什么 或者说 听到的人 会叫它说 那为了你的生存 我为了在这个圈子里面的 你未来的发展 你可能就不要讲 我们会看到 其实很多 后来加入密图 然后 写出自己的故事 讲密图的人 都是多年之后 他们已经脱离了 当年那样的 不平等的 权力关系 社会关系之后 他才有办法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这样 就是说 面对me too 然后面对这么多人 多年之后才能讲出来 其实有一个关键是 我们应该思考 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 让这件事情 不断的发生 因为不断的发生 因为没有人可以揭露出来 那我们如果真的要阻止 那么多的 不在意 不要让那么多 弱势的人 继续被诠释性情的话 难道只是 不断的揭露 揭露自己的故事 不断的指出 加害者是谁 就可以解决吗 好像不是这样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了 我们共同看到了 让这些事情 不断的发生 其实是 结构 不断的发生 每个小团体 专业圈子 里面的 不平的 准全力关系 是那样的社会关系 造成了今天的痛苦 好 我记得我在 我去年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 报告是澳洲 国会出产了一个皇家 他的教掌委会 他针对澳洲 大概2000年开始 发生了很多 比如说最大宗的是 教会的 审布 性情 教区的额头 所以他开始 做了全面的调查 调查了好几年 然后在去年 他们出了好 基本的调查报导 那 他里面他其实就是 他整个要定义的 就是说 机构内性情 就是说 很多性情案 是机构内性情 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 在教会 在学校 在运动社团 在安置中心 他们其实 最后做出这个调查报告 其实做出最大的 建议就是 希望 能够在制度上 涉及出 遏止这些事情 不断在发生的 真正政策上 能用的东西 所以 所以 我看的那个 当然我就觉得说 那个当然不是 只在澳洲发生 但台湾也是 那 我可以讲这么多 其实就是说 加害者是在特定的 权力结构下 在特定权力结构的保护下 侵犯的他人 知情的touch 也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 被迫 莫不吭声 那受害者在权力结构中 或者说 受毒 却无法控诉 好 那 我觉得这是 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关键 为什么 特别讲这个 就是 因为我自己 童年受到了老实性情 那 所以我 我往往在听到 人们用固定的 性别的角色 在谈 加害者 凶害者的时候 其实是有 非常复杂的情绪出来 就意思说 我明明是受害者 但是我在这样的 也不是主流论述 我就是在这样的 其实要对抗 这个 权势性情 或是说 性别不平等的 这样的论述里面 为什么要把我 像我这样的人 变成 加害者 我想被迫 得要接受这个位置 但是呢 我当然不是说 我这个 很重要或怎样 我意思说 可能 对很多男性而已 他基本上 你没想到 全是心情别人 他也不想要 骚扰别人 只是 我们所受到的 就是他可能 从他以前的经验里面 他就活成这个样子 当我们在理解 我们要反对 这个 这个社会结构 不断的在复制 这样的 性别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再想一些 一些 连结他们 或是 诱导他们 或是 和他们握手 或是扶持他们的方式 我觉得 不要 不要 不要只是把 把性别拿出来 打 我就说 生理性别 不要只把 生理性别 拿出来打 其实很多 生理男性 在这样的结构中 其实也很受苦 不是所有的生理男性 都因为有 真根养具 而在社会 政治 经济的结构里面 都占到优势 我觉得是这样 好 所以 我的结论就是说 我觉得从命途里 运动里面 应该可以学习到一个东西 我们要怎么 怎么的 再仔细一看 就造成这样的 性别失衡的结构是什么 第一个 有一个 权利失衡的社会关系 第二个 加害者在关系中 都有优势 第三个 在这样的结构中 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 防范权利的滥用 第四个 在这个权势性情里面 其实 这个权利的滥用 就是以性侵犯的方式 施加在关系中的弱子场面 好 那 OK 我大概就讲这样 那 就是一个 自己 可能亲身的一种感受 那可能也是某些 某一部分 想要支持 女性 或是受害者的 me too的 男性 某种 可能的行政 那我当然希望说 这应该是一个 扩大团结面的运动 所以我们应该再来看仔细 是什么东西 让 大部分的男人 大部分加害者 都是男人的这些人 可以 对其他人为所应为 好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在 现在在谈V2的同时 我刚 手机跳出一个新闻 我的国家马来西亚 今天也发生一个 比较严重的V2的 就是用那种 类似像团康导师的男性 就是 已经有八位 男性的少年 就是新少年受害 今天发生的事情 那 接下来 团康 团康 那种 救国的团康导师 好 那应该 看起来应该会蛮 蛮过难 因为那位人在 马来西亚 那位导师在马来西亚 颇有知名度 就是很会带银杆 好 好 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时间 我刚刚听了 包括我每次 三个都会带来电影 北国心骚扰 上一带我们那部电影 就是在这个结构里面 他去对抗跟指控 你父亲都不一定会支持 父亲都不一定会支持 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时间 我们对两位讲证 提出来的一些 我们可能有一些交友 我想要 其实有个问题 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到 但so far 我还没有达到一个答案 那我觉得其实想要 藉由今天这机会 想要不要想去请教 事情是这样的 在某一个星期五的下方 然後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心情 大家要下班了 後來不然間我聽到有一位主管 對著他下面的職員 他先對男生職員說 你今天穿成這樣 晚上是要去當 Bartender嗎? 同時間他找到另外一個女生跟他講說 你今天穿這樣 你晚上是要去夜店嗎? 話題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當下我聽到的時候 我是很想說怎麼會有一個主管 他對他的職員這樣講話 然後當下我很生氣 OK 然後事情過了兩個禮拜以後 就是好像公司也沒有 就是我覺得公司沒有在這件事情產生 採取任何的措施 然後後來呢 我就直接跟人知反應了 我就說 我有一件事情我覺得我必須要反應 不管你們有沒有聽到 當我把剛剛這件事情跟人知反應的時候 人知很驚訝 他說 我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很誠實地跟人知講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很失望的有三點 第一個 一個主管會下屬說這樣的話 第二個 在內亞場合中沒有人去反應 第三個 當我跟人知講的時候 人知也很驚訝 我說這一整件事情上面下來 我看到的是有這三個問題 然後當我跟人知反應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人知跟我說 聽你的口氣這樣講起來 其實在國外出過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這不是應該 我並不會預期說他會這樣問我 然後後來他又 人知又繼續告訴我說 其實這種事情在台灣很常發生 有時候連被性騷擾人 有時候連被騷擾人他都自己 不知道要怎麼講 那我們公司會繼續在這件事情上面做宣導 那其實我比較想要知道的是 當下一次在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怎麼預備我自己 然後當我在反應的時候 我要用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去反應 我可能還會就是如實的就是這樣講 那我怎麼樣可以幫助 就是我的同事 來 還有沒有 我剛剛好 就是我 我比較想要提出我自己剛剛 聽完這個晚上的分享後 我得不所請的 有沒有要問問題 那如果我自己對出別議題 其實是蠻有興趣的 那 就我剛剛講著就是有聽到 他可能進到海邊 然後被別人牽手 或者是 我自己以往其實就是 我覺得男性好像常常就是被 就社會期待得要主動一點 就可能在情愛關係中 他可能就是被期待著 都主動去 可能提出自己喜歡他 或者是對他有多一點的 事情互動之類的 所以我剛剛想剛剛 就是講得出到他被牽手 這件事會不會就是那男生 其實 我們都有夫婦 我們都是結婚的人 沒有 就是可能套在一般 他學女生真的好 就是可能有個男人喜歡一個女人 但是男生就被期待著 然後主動一點 然後女生可能就被要問說 你不要那麼隨便 不要那麼主動去追求人家 所以男生可能就想說 那我碰一下手 看他的反應會怎樣 好 就是他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一位女生他的期待 他做出來的反應是 違背他的期待 就可能女生覺得他被欣賞 但是可能說 呃 我只是在做 我覺得 社會不會欺貌做的事 那為什麼這樣 我就會被灌上一個 就是欣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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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的表現 就是多詢問對方說 呃這樣的舉動你覺得 你可以嗎 或者是 你會不會覺得我這樣不尊重你之類的 就是可能多一點 言語上的交流 去試探對方的 試探對方的心理想法 比直接主動的 做出任何的自體互動 來的好 我是這樣 就是思考 對 那就是我想要偷偷宣傳一下 就是大家都知道連評價都幫 就是有綁持一個公投 就是希望大家跟各位同學 關於 就尤其是 性 痾 性別 教育 性別教育那一個學校 因為我 就是大概沒有公投出來後 我也在想說 呃因為我家裡是學生嘛 就是其實國小的 都不要人都太要人 就是我印象中是 真的沒有 就好像課本裡面從來都沒有在教過這些東西 或者是就是大家考試都來不及了 就是可能健康教育課是拿來考試 所以我就沒有人打開就換教育課課 就 導致說 可能現在會有這麼多就是 信聰好今天要按鍵 就是每當初的教育不夠 這樣子 謝謝 來 阿有沒有 沒有啦 我們就先請 講著 我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議題裡面有兩個東西是都可以討論 一個是本來核心的東西 就像剛剛柏偉說的 他原來是肌肉關係內的那個就是全力不平等的關係 但是他後來有外衣到外面 那為什麼女人會這麼憤怒 那為什麼女人會這麼憤怒 是因為我們大多數的人是被這個外衣的效應談刮的 所以譬如說所有的女人大概坐公車的時候 會沒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都摸過 被下體蹭過 所以那個憤怒其實是在 就是這個外衣效應裡面的 並不是在機構裡面那個情態 因為機構裡面的情態裡面 會有一些人遇到 但是他不是太多 但是我們的那個外衣效應是大的 那為什麼這個社會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容忍男人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 對女人在公車上 在擁擠的地方可以做這樣的事 這些事情是讓一個 活在21世紀的人非常憤怒的事情 那比如說我借偉田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胸部很大的同學 他討厭在那個上下課的時間搭公車 那我們這邊胸部小小的人從來不了解為什麼 那有一些人就說了實話 他說他從來沒有一次在五六點的時候 搭公車沒有被摸胸部的 幾乎每一次都是 所以他後來他為了要不要 他當然說對方不是為了幸運 就是偷摸一把暫停一種心態 那當然也許也為了心意也不一定 反正總之他後來為了要保護自己的做法 為了讓避免自己不愉快的做法 就是他在那個時間不去坐公車 然後呢他開始學著用其他交通工具 可能就去學騎摩托車之類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為什麼這個整個那個 me too的風潮會讓大家風起雲湧 其實大部分的效應是在外衣這一圈 然後這個聚集了太多女人的不爽 因為真的很不爽 然後當然也有很多男性 有一些男性朋友在聊的時候 他們也都曾經被摸過 在各式各樣的情況但是人數比較少 對所以就不會像女人這麼瘋狂 看到有人站出來罵的時候 是大家很爽 因為這是太不可思議了 而且隨便而且很誇張 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不是只有你年紀比你大的人摸你 連那種很擠公車的時候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那種經驗 擠公車的時候 連年紀比你小的都可以摸你 或者是你旁邊一直撞 我還本來以為那個人在打瞌睡 結果不是 就是這種經驗會讓 活在這個環境裡面的女人 就是超級不爽的 所以我自己在觀察 這一個這一波至少在台灣 那其他的國外的經驗裡面 他們有可能很聚集是在機構裡面 那種從屬性很高的部分 那不過我覺得台灣的部分 我們一直沒有掀開那個鍋蓋 就是我們應該有很多是在 特定的機制裡面的這一些 就像譬如說已經爆發過兩次的 那個特殊教育學校裡面的 這些相關的事情都被壓下來 那我覺得台灣是因為整個那個 我們對這個議題本身 還沒有很嚴肅的在對待 所以這個似乎就會到 像現在這樣子 然後剛剛有回應一下這位 我們一起來今天講的那個 就是在台灣的文化裡面 確實有一些人會 尤其是有些企業文化 你們會覺得這些事情 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是還是要去講 那而且我覺得這個人 有一種列根性 就是當你的裡面性別掌權的人 可能是擔 就是你比如說有 男性比較多的團體 或者說男性是權力結構裡面的 那個核心的時候 這些文化會是男性發動 可是反過來其實也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要不斷 有人去提出來這件事情 讓我不舒服 那才會有改變 不然的話大家都會覺得 沒有你在講的時候大家都在笑啊 因為我們最常聽到的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出來說性騷擾 我們講的時候大家都在笑 你也在笑啊 所以你很開心啊 那不是騷擾 所以如果沒有人表達 那個事情就會一直不斷的在發生 我就是以上能分享 好 主 我會 有要先講 沒有啊 沒有啊 那就 還有沒有 還有要那個 好 來 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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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事到底是神性的問題 還是人性的問題 還是獸性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請你再解釋一下 就是這樣子的變成一個普遍現象 那肯定不是神性的問題 就是我 我覺得在剛剛在講的其實就是人性 那當然你所謂的獸性 比如說人的原語 欲望的衝動 那當然是一個可能 但是真正會讓 那這種全世性性性 請這樣發生 即將被人 在這個制度裡面做了什麼事 大概 大概是這樣 就是神怎麼樣 我 不了解 大概怎麼做 就是這樣回答 好 好 好 但沒有問題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好 譬如說 呃 假設譬如說我的學生好 我傳一個簡訊給他 現在當然有Line 或那個 譬如說 抱抱 愛心 類似這樣的一種 算不算是一種性殺人 對 I can't 沒有 不是 不是 算不算是一種性殺人 大概尺度他不舒服 大概不算是一種 這沒問題 對不對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剛剛講的那種反挫的時候 有一些男性就講說 你現在把我們的老人太緊張了 你看我們現在 師生之間都不敢 不敢用Line 不敢用那個 的確有一些學校 特別的發了一個公文 給 特別給男性老師說 請勿下展 有抱抱 愛心 對 其實也是一樣 為什麼只針對男性的老師 發給那個 然後這個公文 應該是給 下這個機會去教育大家說 只要 對方是不舒服的 或者說 你在 不是那麼 友善的情況之下 去發出這種 這種訊息 其實 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暗示 或者是一種 WELL 好 那的確 一切 一切是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個案發生 因為 國內是國內的事情 所以 所以呢 就 學校就很緊張的 發了一個公文給所有男性老師 說 請勿下載 有愛心 抱抱 跟 BLABLA的 這個圖樣的 這個 這個 貼圖 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困擾 其實我覺得 那個不必要的困擾 其實是有點多一點的 因為 我也是老師啊 我也不會發 愛心跟抱抱 用我的學生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你自己 會明瞭的事情 好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不過 你先 你講 我只是要回答他 因為我覺得 呃 我覺得 你傳那個到底 是不是姓少 我覺得要回到 兩人的關係裡面 還有他 怎麼回應 但是 當然就是我們發 或許我們有優勢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誤解 對方的反應 或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 比較重要是這裡 但是我覺得 那是在兩人關係裡面 發生的事 當然如果他真的覺得 你是因為詮釋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就當然是 還有我覺得 有權利的人 會誤解 沒有權利的人的反應 對 有權利的人 看到的時候 充滿了 就是對方對你充滿愛慕 可是沒有權利的人 那個人 只是生存下去的 必要手段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件危險的事 對 所以我說我是提醒 這是一個危險的事 對 沒有就是說 沒有其他的那個 我知道 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時候 在討論那個 師匠店的賣貨 常常都會忘記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裡面是這樣 就是說 像朋友之間傳什麼東西 其實還好 可是對於老師 對學生 或是長官 對下屬 去傳這樣的東西 某種程度上 當然也要看那個關係 對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說 特別是老師 對學生這種關係 這是不當 我自己覺得 做老師就應該知道這個事情 隨便幫你學生 怕學生會誤解 這是不當的行為 是不當的行為 像美國學院士 過一個規定 跟老師講說 你們不可以隨便去碰觸 學生的身體 就是不可以隨便去碰觸 學生的身體 同意 我想這裡還是一個 剛剛他講的 權勢的一個關係 剛剛真的是 本來這個就是 像 那個 那個 就是 或是說 就是一個 有一個權勢的關係 在那一個地方 但是不要忘記 這個權勢的關係 在性別的權勢的差異 才會造成 為什麼女性 會一直指控男性怎樣 在指控男性怎樣的時候 就不要對號弱作 因為我們平常在講的時候 其實比較少看到 男性出來去支持 譬如說今天一個男性 他在外面 有外遇的時候 沒有人 我們幾乎看不到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 先生說話 然後 這個社會就去 換了每個男人 都會換得錯 我做的每個男人 都會做的事情 沒有哪個男人 沒有哪個男人不上酒家 不講這些話 然後就沒事了 可是我們就從來沒有看過 你說你不想被這樣講錯 你沒有出來 站出來指示 幫助女人說話 沒有人出來說 這個男性這樣的行為 是不對的 你們男性協會 下次遇到這樣的事情 你就要出來發言 不然的話 你就是跟他 就是知情的第三者 對不對 你就是side up with他們 對不對 所以我 其實在這裡面的檢討 我們最難過看到的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事件裡面 男人不出來檢討 男性的文化 只有女性在檢討 所以這女性檢討的時候 一定是檢討男人的文化 不會檢討女人的文化 因為我們這樣做這個事情的人 其實就是比較少 不好意思我這樣講 那剛剛我現在想要問你就說 當這個人問這兩個人 就那個男的講說 你要去做八天的 這個女的講家上夜店 首先我要知道她的口氣是怎樣的 第二個 就是為什麼她會觸犯你 她不是跟我講 可是我說妳為什麼聽到這 妳會怎麼被觸犯到看 就我來講 我只能說從我的 perspective來看 我覺得在職場文化裡面 這是很 inappropriate的 你一個主管 他是生理女性 不應該對你的下屬這樣子講話 因為我覺得 在裡面我看到一個權力 然後再來就是 下屬被主管這樣講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在那個當下跟主管說 你這樣說我會很不舒服 因為那是一個 我們辦公室是一個open space 就是一方面來講 被獎人他覺得 他沒有辦法自責 他如果說 你晚上創教是不是要去當八天的 這個別異的意思 還是性騷擾的意涵在哪裡 他在應該說他在騷擾 他用他的性別在騷擾 就從一個旁觀者來 所以他可以說 你晚上這樣這樣 是不是要去吃飯 可以 可是當八天的就不行 是 因為我太理解在口氣跟行為 因為我可能常常有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們對於 但是我必須要講 所以我們同事的關係是 就是說我們講的關係 事實上是非常close的 我會跟律師 那你給他請教你 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比較特別的 所以我剛剛聽說 我必須知道那個態度 講話的態度很重要 我自己聽起來比較像是 因為主管是女性 對不會 因為主管是生理女性 所以當他對男性這樣講的時候 是在貶抑他的衣服 穿得很像八天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比較不是屬於sexual harassment 還是算sexual harassment 很像 當然女兒講說 你要上夜店 那我就說 你該請這麼漂亮的 你打招呼一下 沒有 有時候就會有這樣的語言出來 我現在講其實 剛剛大家談到很多 其實有很多 像譬如說他剛剛講說 我一個女的要跟一個男的 男的要出去 女的有可能牽男的手 男的有可能牽女的手 那你要試看看這樣的東西 我如果把這個新沙龍弄到那樣子 我可不可以牽你的手 然後才去牽 這很奇怪 我現在講到生活而言 我尊重你嘛 我現在可不可以超越我的 這個什麼 那個界線 然後去撥你的手 怪怪的 怪怪的 所以 所以剛剛有人在講說 我變成 他們是故意的 當然這個東西 本來就很自然拿在一起 你看他很喜歡的 他去牽他手 他其實他很喜歡你 其實他那時候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他會拒絕 他可能就輕輕的推你的手 可是不影響兩個人的關係 應該不會到性侵害或性騷擾這種 這種言語 這種 到這種程度來指控 但是如果說兩個人在那邊交往的時候 然後伯伯都會說 我現在可以摸你的臉嗎 現在可以用你的手 很奇怪 這就是 他們有些人在講說 我不曉得要怎麼去互動 因為 當然我覺得很多人是惡意的談法 就故意去講說 像你剛剛講那個 有時候說 我朋友可不可以送這給你 你會不會被怎樣才會 我覺得很多人是 他們是在moping 就是故意在取笑我們 對不對 但是在取笑的過程裡面 的確也反應了 剛剛你講的那個事實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關係要變成說 我沒辦法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默契的問題 那當然這裡面 如果你不喜歡的時候 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講這個 就是說 你有權利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而已 他如果還是這樣亂搞的話 這個難民就不要教你 就這麼簡單 對啊 但是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因為 我是要講是說 有時候要看 因為我不曉得 你們公司的那個狀況 所以我一直要稱之說 他的雲氣到底是怎樣 他們的關係是怎樣 我說 我跟女后的關係 他以前的辦公室主任 那我也肯定會跟他講說 你應該請他來 可以跑來找多 那又變新鮮好不好 就很討厭我 你已經在閃了 對啊 有時候有一些 我這樣講好了 所以回答你剛剛的問題 假設說 他講的這個話 讓你覺得有性騷擾的 這個感受的時候 我都覺得 你可以去反應的 我在酒店 我在講話裡面 我都是告訴那些男的 你這樣說 你再問我 你會變成性騷擾 我就直接這樣跟他講 那我是很兇 所以我就這樣跟他講 那有時候就是 遇到一樣的情境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可以 把你的感受說出來 但是是引了 就是引很善意的 或者是說 你要看對方 你要看對方 有時候比較開玩笑的口氣 有時候就是變成 很嚴肅的 或是很 很溫和的那種口氣去講 這樣比較不會去 讓對方覺得怎樣 可是你就會變成就是說 有時候會讓對方覺得說 我真的不曉得 他怎麼跟我的 什麼話都不能講的 說這也很痛苦 我不曉得 因為我剛剛講的 他也講的例子 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 他對他講這個話說 你要去當八天的 當然有可能是開玩笑的 有可能是便宜的 那像這種情形說 你應該開玩笑 有時候可能會誤會 用這樣的語氣跟他講 如果你真的覺得 他的態度是真的是有 那種惡的不好的意思 那去夜店這個東西 他那個女的跟婷婷說 你穿這樣 你的現衣 情感很露骨還是怎樣 除了你要去夜店 那因為去夜店的意思 有很多是 你要去討人家 或是說 你自己約會 去夜店 你約會的意思也有 去夜店是要去招惹男性 如果是招惹男性 這樣的一種說法的話 那就是很不當 可是也要看他們兩個的關係 比如說他們兩個的互動是怎樣 我不是在講很不對喔 我一來在講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的言語上面 當然我們平常也是 某種程度上的隨便不慣了 或是說 大家都是這樣在生活 以至於很多東西 如果要在很嚴謹的來檢視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行為就很難做 就像那個 你那個 你剛剛講 可是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 我是覺得很shock 是說 你去report的時候 那個人很shock 她是shock什麼 她說 她是shock 你怎麼覺得我這個行為很奇怪 是啊 所以 所以我告訴你 其實 我剛剛以為她shock 是說 竟然有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不是 她是shock 你為什麼有這種反應嗎 就是小題大做的 是不是這個shock了 還是什麼 她說說你在外國出過吧 所以她就跟你講說 台灣這事情而已 我並沒有說 我不會這樣去想這事情 我是很想知道 當時的情境是怎樣 因為我只有從情境才能判斷說 你的反應 是不是 就是說 他的行為是不是很不當 我沒有辦法從你的描述裡面 知道他的買命是怎樣 是對還是不對 因為在我的生命經驗裡面 就有很多 像類似這樣的女兒會出現 我不曉得 你以為有沒有對我講過什麼奇怪的話 譬如說 你怎麼想罵 你怎麼感覺 我覺得比較 我自己印象 不是你說的 我自己會 有同樣的感覺 是譬如說 有時候 有待過的那個辦公室 就譬如說 女性的主管 你會去跟男性的下廚說 你最近是吃太好之類的嗎 一直就是他變胖 批評人家的外面 他是笑著講 那可是如果是上下關係很明顯的辦公室 這樣子的講法 就會讓那個被講的人很尷尬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如果是很平等的關係的那種工作關係裡面 可能就會回嘴說 對啊 最近吃很好 之類的 但是確實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主管對員工 是不要有太多的批評的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在 因為他其實 是為什麼寫我們辦公室那些小孩子啊 你怎麼這樣吃 你怎麼這樣吃 你怎麼這麼大便 怎麼這樣 對 所以 所以像最近 有一些日劇 都一直在討論那個 權勢 利用權勢 職場上的那種權勢的欺負啊 什麼的那種的意思 對啦 我覺得這就是真的不可以 所以人家想的時候 罵你 罵你 這個罵 對 最近有好多的日劇 是在討論上 因為我在想的是 因為我們剛剛在談欣沙 剛剛講的例子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跟欣沙的 他不是信的問題 他比較是那種 有啦 那個夜店那個有 那個夜店就有那個 男的如果講到女的說你 那邊一夜店那邊一扒 這個就不當 那個很不當 女的對女的講我就不曉得 或者也是便宜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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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文化裡頭 男的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直在寫女人 那女人有時候在問家 那就是一般的conversation 一般的對話 那可是這女的對這女的 講這個話的時候 老師講 是不是很不當 也要看黨的關係是怎樣 OK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辦法想要 會這個做檢論 先驚喜 請媽媽 請媽媽 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等一下再說 要不要 稍微做個檢論 OK 好 我覺得就是說 就像我淑穎講的 台灣 E2 其實沒有真的發生 就是說 第一個 你要受害者 出現揭露 是困難的 然後 縱使有靈心的揭露 我們整個 就是整個 其實我們還沒有 還沒有到達有一個 好像 願意支持 這個揭露的人 能夠提供一個 讓大家覺得安心的 好 讓很多人一起揭露 然後你才有辦法 針對 發生 就是 加害者 或是 在那樣的機構裡面 發生什麼問題 能夠真正的 有辦法去 檢討 當然還是希望說 總有一天 這種揭露 不會只是 文字上而已 就是 真的會發生 那當然 我覺得那個 就 可能還要很長久的時間 一個是所謂法律上 或是說 這個 社會上其他的人 如何看待 我們其實都很熟悉 我們身邊應該有 每個人都有 三四個 四五個 你知道他曾經 被人家這樣 嚴重的刺激 性殺了一定很多 但我們如何 願意站起來 提供這些人 能夠 比如說有些人 是為了要討論到 有些人是 希望 後面的人 不要再繼續 發生這種悲劇 我覺得 還是社會整體 然後 讓我們每個人 可以做些什麼 改變這種狀況 OK 我覺得 事實上 這個 性婚性騷擾的行為 從數字上看 其實都一直是 在那個地方 可是 當你沒有那樣的時候 這個社會 我們的媒體 就會去做 以至於這事情 就好像 就是那些數字 存在那個地方 但是呢 沒有人去關注 那因為沒有人 像美國 像這樣子 一直出來 喊 以至於我們整個社會 說 像國外的那些 那些轉變 在我們台灣 是根本看不到的 那但是我們也都知道 是有這樣的一個事情存在 所以以至於 在這個 Me Too 的這樣 在國外 能夠這樣子 公開的來談 然後去判動 一個改變的時候 在台灣呢 事實上 知道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能夠做的 大概就是 只有透過這種團體的努力 就是說去做一些政策 或者是 那個 法律上的一個 修改 然後讓那個環境更友善 比如說 今天如果你的上司 性殺老人或性侵 你怎麼 在公司裡怎麼去報 你去跟你的 他的那個 管道是跟人事處宣 跟人事處報老嘛 人事處就是他的老闆啊 什麼 對不對 克批他這個醫生 他明明在那邊 去揭露別人的 他別人的隱私 然後有人檢舉 說台北市 這個 市長有唯一醫師倫理 然後去跟衛生局講說 他違反醫師倫理 那我去衛生局怎麼辦 怎麼辦 台北市 台北市衛生局怎麼辦 台北市長 一樣的道理 我們跟我的人事主人講 人事主人怎麼辦 我的老闆 所以在像這樣子 政策上的落實上面 有很多面感 那就是我們團體 當遇到這些 指控的時候 我們能夠 拿到這些指控 然後我們去做一些 修法的動作 包括外國人在做什麼 時效的這些 還有我們合約裡面 是有在奇怪怪的一些 條款等等的 這個都是我們希望 如果看到國外的一些改變 我們能夠借著他山支持 然後做一些我們的改變 以至於不用透過 MeToo的指控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我想這個大概 團體必須 從MeToo裡面去 預釀出這樣的一個能量出來 然後更加這個工作的環境 那另外一個資源的部分 我真的很羨慕他們可以 設定一個 Fund 去幫助那些受害者 那法徒我當然知道他也會幫助 可是這個機構很麻煩 要申請等等的 因為他也沒有出來當網說 他很常常出來當網說 他可以做這方面的協助 以至於大部分的人事實上 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資源的存在 所以這邊 有關於這個法徒這邊的資源 我覺得應該是更加的來宣傳 以至於這些受害的這些女性 如果真的沒有能力去負擔 那個法律的費用的時候 他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 軟道來執行 OK 其實譬如說 韓國影藝圈的潛規則事件 李恩珠還有張子妍的事件 好像接不起韓國的影藝圈的一些 很大的反彈 但是你看香港 包括那個時候有一個流星 影星被心情愛的事件 李恩珠 或者大致都走上街頭說 指控這個事情 而且認為這個事情 是向所有的演藝圈的人挑戰 這個 這其實比如說像 類似像韓國的那種 大公司呢 演藝圈大公司的那種 情規則的事件其實是 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剛剛主要講的時候 我就想到二十幾年前 我在處理的個案 加害人就是董事長太太的弟弟 是總經理 那你要怎麼去 那時候還沒有性別工作評論法 還沒有性騷擾的那個 性品的那個 那只能用1992年的那個 就業服務法 的那個條款去那個 那被解僱了 因為老闆就注意他追不到啊 追不到以後到處照搖說 他是他的女人 這當然是要性殺了老 他第一道金法 他追不到沒有面子 醫道金法第十一條第五款 然後問五款 甚至工作一一九步 這種事情 慘發生了 說實在的 我說你不承認 你就不承認啊 那 我覺得 剛剛說一個結論 也許未來我們可以多法律 透過更多的那個 來做這個保護 我記得我在參加一個國際的大會 就是大概三四千年的會議 每一個人拿到的會議資料裡面 一個紙袋裡面 就你這個會議的會議資料 你會有兩個保險套 那他所有的目的都 都宣導安全性行為難 OK 然後那個會議的第一章就是 你參加會議的規則 第一條 第一條就是 No means no 不要就是不要 就是說你 如果說你違反了這個的話 我們會毫不猶豫的把你驅逐出這個會議 而且會報警 等一下你們那是什麼會議 為什麼會點法學 他會信商 信商 不會啊 那是我們社會主義國際 不是社會主義找到那麼淹亂 不是 而是我覺得 那個三四千年 他假設你是一個成熟的成人 他假設你是一個成熟的成年人 你的行為是必須要扶承認 但是 三四千人都一起開會 可能 可能會有 會有那種 亂性的行為 也許吧 不是亂性 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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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好 但是不要把所有的這個 那個 對我們的社會主義人 都是長這個樣子 不知道 他假設你是一個 成熟而且有判斷能力的成人 你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而且我告訴你 你參加會議的第一條會議則 就是 No means no OK 不要就是不要 我覺得其實 貓球主義上我認為這也是一種信教力 就是說 也許吧 就是說這是一種 嗯 好 我實際上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說法 OK 今天還是謝謝大家來參與這個 折舞的活動 那謝謝兩位獎者 欸 怎麼樣 我這兩個保險套很滿意 哈哈 我是很滿意啊 這個就 就 就 我的解讀就是 他 認為你是一個 成熟 而且有判斷的成員 那為什麼 這樣的人為 他需要提供保險套 對 不是 你弄一個 那個翻牌機給你就好啦 有啦 有翻牌機都用不夠的 可以嗎 這意思是這樣子 他們有翻牌機 幾天的會啊 五天 一天有兩個保險套 這個你怪我沒有用 我只是把這個訊息說出來 好 但是我覺得他的訊息很重要 你是一個 有判斷能力而且成熟的成員 你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然後 而且安全信息不是很重要的 那也是這樣一種 一種 那這個會有叫鼓勵他來一起去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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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那是一個很辛苦的會議 因為 這個 這個 你要參與者 你的團體 必須要這樣的 balance 就是必須要有這樣的 balance 大家會補助 會讓你參加 好 謝謝 兩位兩位 請給個掌聲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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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台湖的言言憲 和折悟規畫今天的活動 讓我們給 折悟的團隊一個掌聲好不好 然後 也請 记得到合伍随机 我要参加你的粉丝点书页 不知道怎么没想错 按赞也就会收到相关的讯息 那这边空间叫 昨天有水澱湖沙咖啡 那是一个努力出现 跟一个不能讲供应性 就是一个想要努力维持 这个空间的一个经营团队 在经营等 那也欢迎大家的支持 那今天就到 谢谢大家 以上谢谢